上回咱们说到 三爷断灯断洪亮 跟英王傅宝臣坐着喝茶聊天 家人喊上了 元美爷 大爷来了 连龙一条迈步走进一位来 喝 英王一看这人身材高大 宽肩背后 长得呢 是慈善温和 天生的福相 大圆脸 满面红光 浓眉阔目 鼻指口证 一部黑胡须 穿着一身蓝 一条大辫子 这人进来就跟段洪亮说 嘿嘿 老三哪 来了伤朋友了 段洪亮赶紧站起来 给这位十里 哥哥 许久不见了 您倒好啊 来来来 我给您介绍介绍 这位是北京的朋友 姓张 叫张仁 张雄 张雄啊 这位是我结义的兄长 姓赫名首 自天启 今后 你们二位得多亲多近 英王站起身形 上前十里 这人 挺客气 坐吧坐吧 三个人就落座了 段洪亮呢 就把英王的事情 说了一遍 贺天启挺高兴 好啊 哎呦 有话 咱们一边喝一边聊 时间不大 酒宴摆上了 三个人坐着 饮酒谈话 越说呢 越投脾气 贺天启就瞧着张仁 也就是这位英王 哎 我看你挺投缘啊 哎老三哪 咱们拜 咱们哥仨 磕头败把子吧 段洪亮愿意 英王也愿意 这样段洪亮 就让家人 请了三姨妹刘关章 哥仨 就磕头败了把兄弟了 然后呢 段洪亮赶紧告诉三奶奶 把二嫂请到上房去住 家里边是大白酒宴 从这时候开始呢 贺天启呢 就经常来 一会儿 就是两年的时间 这天到了八月十三 再有两天 就是中秋佳节了 贺天启来了 贺天启就跟段洪亮说 后天可是中秋佳节了 咱们哥仨 是不是得饮酒赏月啊 兄弟 你叫人把赏月亭打扮打扮 摆上几盆桂花 桂子飘香了 到那天早上起来 我就把鲜鱼活虾 装床给运来 好啊 等到了十五这天早上 贺天启的鱼船就到了 段家庄的家人就帮着卸船 成篓的鱼 成篓的虾就搬到段家庄的厨房了 到了下午 大师傅就忙活开了 晚上 月到中天 星斗无光 月光明亮 金风送爽 赏月亭 亭里亭外 桂香扑鼻 下人们把韭菜摆上了 哥仨是高高兴兴 互相劝酒 聊起天的谭笑风声 无拘无束 从有时呢 一直喝到害时 好几个钟头啊 哥仨可都喝多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间刮过一块乌云来 就把月亮光给遮住了 大地是一片黑 英王哥仨站起身形 来到亭外 平栏观看 一会儿的功夫 乌云散尽 重现月光了 英王傅昌傅宝臣 触景生情 仰天长谈 何日风云能聚会 困龙应有上天时啊 这贺天奇心眼随好 是个大老粗 他听不懂 三爷断胡亮 怎么一听 二哥呀 您何出此言 啊 英王这眼泪下来了 大哥三弟啊 你们拿本决当作何人啊 我不是张人 我乃先王次子 当今皇帝 玄业的清可可 幸福明昌自保臣啊 我被朝廷 我被朝廷封为英王 啊 贺天奇跟段红亮 惊得是目瞪口呆 英王傅昌 就把自己出京的情形 说了一遍 吓得顿红亮 趴在地上 是一头碰地啊 千岁啊 您乃金枝玉叶 顿红亮 与王爷 厌齿相续 罪该问死 傅保臣赶紧伸手相缠 三弟啊 你是我全家的救命恩人 何须如此啊 此事不宜声张 不要让官府知道 贺天奇啊 可不懂得朝中 这么些规矩 伸手一拉三弟 行了 把兄弟用什么课找 来来来 进来坐下说话 哥仨落座了 二弟啊 既然你说出实话来 咱们今天全都亮底了 我告诉你 老三他出身武林 是当地的守护 我呀 可是山大王 人称金龙大王 离此地六十多里 有条白龙江 白龙江内三面浑水 天然的险要啊 叫小蓬莱 那可是我的地盘啊 磕了头嘞 老二 咱们就不能白磕 你既然逃出北京 是朝中的英王千岁 哥哥我就把小蓬莱送给你 我手下四百多人 专门在江上捷到 也归你管 你在老三家里待着可不行 不如上过这蓬莱岛踏实 段洪亮点了点头 二哥呀 到小蓬莱去可好啊 那个地方水险山高 英王傅宝城看了看贺天奇 他不了解贺天奇 现在才知道贺天奇是山败 他呀 让这节道的可吓怕了 大哥呀 感谢您一片诚心 不过您既然让我上小蓬莱 手下人归我管 我可得跟您提出来 你手下的人不准打家劫舍 杀生害命 哎呀 二弟 那咱不解到咱们吃什么呀 英王傅宝城就跟段洪亮说 三弟呀 我先跟你借两万银子有吗 哎呦哥哥 银子咱们有的是 您尽管用 段洪亮呢 也非常愿意英王傅宝城进山 这王爷要住在自己的家里 让官府知道了 他是从北京逃出来的 那不得招累杀身之祸呀 段洪亮马上传下话去 准备大传一支 就盘了两万银子 给英王全家准备好了细软 请英王跟福晋 还有二位郡主全家上船 贺天奇保着 离开了段家庄 就来到了小蓬莱 下船进山之后 贺天奇先找屋子 让英王全家住下 然后带着楼楼兵 把银子盘进山来 安排好了之后 贺天奇呢 就把蓬莱岛的二童五 陈三多叫来了 三多呀 你把弟兄们全都叫到大厅前 我有话说 是 时间不大四百多人都到齐了 站在大厅的头了 贺天奇就把英王千岁请出来了 仲外 这位是我磕头的把兄弟 幸福明昌自保陈 从现在起 我把小蓬莱就送给我二弟 富宝臣了 咱们呢 都听我二弟的 二弟啊 见见大家伙 说几句话吧 陈三多 马上带着四百多人 跪倒磕头 拜见新的头领 然后 大家伙全站起来 英王 富宝臣一抱拳 众位弟兄 我二哥把蓬莱岛和弟兄们全都交给我了 俗话说得好 家有家法 山有山规 没有规矩是不能成方圆的呀 从今天起 我宣布 所有山中大小头目 一律不准出山 节道 不准杀生害命 唯令者斩 大家伙一听就愣了 心说我们不节道 我们吃什么呀 英王一笑 众位 我进山一看 小蓬莱可是好地方了 咱们就在山中 开垦荒地 撒网捕鱼 不缺你们吃的 也不缺你们穿的 原来我大哥给你们多少钱 我加倍给你们 就是不许出山招惹是非 行 既然您这么说 我们大家伙全都愿意 有饭吃谁不干呢 按现在说 给双倍的工资 这样大家伙踏踏实实 就跟英王傅宝臣 在小蓬莱 开起荒来 撒网捕生鱼了 也该找傅宝臣 时来运转 他带着手下人 在山中这么一开 才不要紧 山中有不少金矿 银矿和铜矿铁矿 把这矿开出来 再看看荒地 打出粮食来 在撒网捕鱼 再卖着鱼虾 英王就开始攒钱了 攒了不少的金银 这些楼拉兵呢 有饭吃 当然很高兴 小蓬莱 势力是一天比天大 人可不少了 英王傅宝臣 有点发愁啊 数了数 招来的人 已然将近一万了 要找这样下去 让官府知道 大火临头啊 英王就跟贺天齐商量 大哥呀 咱们的势力 一天比天大了 我的能力是有限的 我想 问问你 咱们当地有没有能人 咱们必须请几位能人来 山里人这么多 杂乱无章 这可不行啊 嗯 二历 这些天我也替你想了 倒是有一位能人 可是啊 我跟他没什么交情 我是个水贼 他也看不起我呀 哥哥 山中已然近万人了 没有统一带头之人 什么事也办不了 请个能人 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因尸利导 改弓为兵 哥哥呀 只有这样 来的能人 把这些人调动起来 选贤任能 各取所成 挑选精良 加以训练 定出赏罚制度 将来 才能帮着小弟我 开疆 斩土 成其大业 这几年 你也明白小弟 我的心思了 没有高人来到蓬莱岛 咱们是什么也办不成了 我是个粗人 你说这意思我也明白 就好像汉三杰 韩县 萧 小虎 张良 保着汉王刘邦 兴兵灭楚 成其大事 也能比马元柱 刘孝啊 可是 我想了半天 这玩意儿得请了文武全才的英杰才行 没有能力的也不行 可是真有能力的谁敢帮助您啊 这要让康熙皇帝知道了的吗 不成啊 无论如何 你得替小弟我想一想 哎 要说想啊 还真有一位 哥哥 此人是谁 我跟你说 就在咱们后山望西几十里地 有个村子叫谭家庄 住着一位高老的知府 姓谭明英 自如生 三儿子一闺女 这闺女 又聪明又灵力 但是太小 老爷子 长子谭田 人称铁头缝 次子谭弊 人称九尾豹 哎 这哥俩呀 是个粗人 会点武艺 也不算高 跟哥哥我差不了多少 所以呢 我们哥仨有交情 他三弟谭天 自贵林 二十多岁 确实是文韬武略 俗读兵书 保贤战策 哎 可以说 圣死浩瀚的周鱼 周公锦呢 运筹为我 料事如神 人称力胆侠 我听说又年 受过一人的教导 可是这人不愿意围观 不知道为什么 二弟呀 这人我是告诉你了 谭天他可瞧不起我呀 我上他们家去 他根本不理我 哦 哥哥 您说出这个人类 你现在就去 问一问 谭霞克是否在府上 我好亲自登门拜访 行 这贺天奇是个痛快人 马上就答应了 带着两个丛人 出了小鹏来 直奔谭家庄 到了谭家庄外 啪啪啪叫门 家人把门开开了 认识啊 呦 贺大爷 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 找你们大爷二爷 啊 在家呢吗 在家 我给您通病一声 行了行了 家务常理呀 我常来 我进去 贺天奇带着手下人 直接就进了客厅了 挑帘子进来了 谭天谭毕 哥俩正在这聊天呢 一看哥哥来了 起身相迎 哥哥 乃阵香风 把您给刮来了 说着呢 哥俩上前要行大礼 贺天奇一指手接一个 得累 于兄响恋 二位贤弟 特来探望 勉励勉励吧 哥尔萨芬 宾主落座 家人献上茶来了 贺天奇张嘴就问 怎么 不见老三桂林呢 他在家没有 老大谭天一笑 你要问老三呢 昨天还在家呢 今天早上起来就出去了 我问他 他说出门去看望朋友 怎么这么不凑巧啊 他上哪了 你也知道老三 是梅江绳的野马呀 他到处游荡 我们哥俩呀 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那就没法找了 真没法找 什么时候回来 这 大改旗 也得一个月 两个月的吧 贺天奇没办法 说了一会儿话 只好告辞了 回到小鹏来 就跟英王傅宝臣 把事情经过一说 傅宝臣没有办法 只好耐心的等着吧 过了两个月 英王又催贺天奇 哥哥呀 你还得去一趟谭家庄 好 贺天奇带着手下人来了 到了谭家一叫门 还这哥俩 老三没在家 没办法 贺天奇只好回归小鹏来 跟英王说了 英王没说话 低头想了想 大哥呀 您再辛苦一趟 这回呢 小弟我陪您去 唐桂林一定在家 哎呦 我说二弟呀 彭说他不在家 就是在家 你瞧见没有 今天都晚了 明天再说 好吧 第二天 英王傅宝臣 背了一份重礼 哥俩带着四个家人 抬着礼物 离开小鹏来 来到谭家庄 到了谭家门外 上前一脚门 下人把门开开了 一瞧 是贺天奇 奴才给大爷请安 起来起来 有朋友到你们家 前来拜访 去 请你家大爷二爷 您好着 家人转身进去了 时间不大 老大谭田 老二谭毕出来了 一瞧贺天奇来了 旁边还有一位生朋友 赶紧就给请到客厅了 分宾主落座 家人献茶 贺天奇就跟这哥俩说 二位兄弟 这是我磕头的马兄弟 幸福名昌自保尘 英王一抱拳 二位庄主 久闻谈天谈侠客 今天专程拜业 不知令地再没在府上 哎哟 舍地谈天哪 昨天晚上才回来 待再下去叫 有劳 有劳 老大谭田 陪着说话 老二谭毕就出去了 时间不大 外边有人说话 声音非常的 红亮 爆谱京山 我以为 终无人时宜 帘子板 巴达一响 走一个人来 英王傅长一看 这个人 中等身材 细腰眨背 松三板的一条大辫子 是漆黑刷亮 两刀剑尾直插入壁 一顺虎木皂白分明 鼻如玉珠 陈似单徒 大耳相衬 穿着蓝筹的大衫 剪筹的裤罐 薄底靴子 类配宝剑 面如关玉神 满脸的正气 精神 这个人正是老三 力胆侠 谭天 谭桂林 谭天说了一句话 爆谱京山 我以为终无人实意 实际上谭天这人很自负 他说的是春秋时代 有个姓辩叫辩和的人 辩和是个打柴的侨夫 他祖上的都是玉工 辩和住在楚国的京山脚下 晋山打柴就发现了一块 没开出玉类的朴石 玉在里边 结石断玉 这本事可太高了 他发现这块石头里有玉 两次进献给楚王 没想到楚王误认为是块石头 就把他的双足砍去了 辩和等了几十年 楚国才换了贤名的大王 可是辩和已然老了 抱着这块朴石在京山脚下 哭了三天三夜 有人可怜他 就把他送到楚王的王宫 辩和是三次进宝 楚王名义公 把朴石打开 发现一块价值连同的美誉 起名就叫和氏璧 谈天谈桂林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自己空怀着一身的才能 可是没被人发现 也就是怀财不育 谈桂林迈不进来了 看见英王在这坐着赶紧上千十里 王爷在上 草民接待来迟 忘记受罪 哎呀 英王傅宝臣可就愣了 他怎么会知道 我是英王傅昌傅宝臣呢 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一块一个名牧